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年财政部预估税收有超增4500亿 那这个部分也让蓝绿都开始出现了 还税于民的声浪 在民进党的部分 更是各个派系都有相关的主张 像是英系 永延会 绿色友谊的何志伟以及新系 都有主张要来普发现金 不过新系的立委郭国文 有不同的看法 马上一起来听 应该进行一些财富重分配 因此我认为这个部分发现金会比较有用 而不是用普发的方式 至于财政问题 其实这几年我个人在财政委员会 我们的举债上欠 其实不争反减 其实财政的状况跟结构是越来越好 我个人针对的对象是比较于中低阶层 那中低阶层不是中低收入户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现在半数以上的劳工朋友 他的收入一年是未达56万 可是这两个劳工组起来的家庭 是不到120万 不到120万的家庭收入 他就可以成为 学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 所以类似这一种 不同的标准线 其实政府有很多不同的标准线 这标准线当中可以去衡量 去拉 你想一想 如果我一万块钱 发给所谓的所得 最top的20person的人 基本上他们会有感吗 绝对不会有感 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普发 并非真正的平等 普发基本上只是方便而已 好那像是国民党团的部分呢 则希望针对弱势族群来发放 像是每个人月薪低于3万块 就发3万元 那每个中低收入户家庭 则发10万元 针对以上蓝绿两党种种的建议呢 行政院也表示说 院长已经指示各部会 来做相关的研拟 一切都还在会诊当中 以上像 今天请你把时间转到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好